两年经济有成长 我们的税收也都超出预期 我已经请行政院尽快拿出具体的方案 让收入较少的民众 能够优先分享经济成长的红利 蔡总统送给全民2019新年大礼 元旦文告说要分享经济红利 但七天后缩了回去 总统府1月8号表示 许多未经证实资讯流传 造成社会误解 蔡总统认为这件事不必操之过急 需审慎从长计议 势力多政策七天后发夹弯 小英自打脸 政策应该是长久性长远性会更好 那也比较不会落人口实 一下又踩刹车 自己打脸自己 政府的决策如同而系 不要一个政策 只是为了要短暂的讨好民众 然后都不经思考 推出来之后就马上又急转弯 我想这个会让人民 对这个政府急速的失去信心 蓝绿立委齐声炮轰 蔡英文自己开的支票 自己挑票 元旦抛大红包后 行政单位快马加鞭 同计2017年税收盈余500亿 1月6号传出锁定弱势族群 低薪族月薪三万以下 发1万块 行政院否认 但算出约有400亿红利能回馈 可是8号上午才开记者会 说明方案细节 不到一小时就被总统打肿脸 只发一次 难怪被解读是为2020大选雇票 原本赖清德赶在内阁总辞前 送大礼闪电规划方案 试水温后被骂翻 总统府再捕一枪 记者彭宜德烧鱼米SNG小组 台北报道